大家好,我是小赫 今天拍摄的视频是关于这一天探访古墓的一个过程 咱们现在开始出发,开始探访之旅 今天咱们探访的是一座皇帝陵墓 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当我说到咱们去香山找地灵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驻骑狱的景泰陵 其实在香山还有一座皇帝陵 也说香山这个区域其实是有两座皇帝陵 只是很多的朋友都不太知道这座皇帝陵 今天带大家咱们一起去探访一下这座北京最神秘的皇帝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北京最近的天气特别好 所以来香山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 咱们找这座皇帝陵必须要去一个地 这就是双清别墅 这个香山公园的淡季门票只需要五块钱 这旺季门票只需要十块钱 北京景点的门票应该是全国最便宜的地方 一般去香山我都是从东门进入 这门票可以手机语言也可以窗口买票 进入大门首先看到一座气派的大店 它叫做勤政店 是香山公园里单体建筑最大级别最高的供电建筑 这勤政店始建于是1745年 这香山公园在清朝时期属于静怡园 这勤政店就是前路皇帝来静怡园临时处理政务 和接见王公大臣的地方 在1860年这勤政店被英法联军烧毁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座勤政店是按照原貌重新修复的 现在歇一会儿 因为老是不经常爬山 就会特别喘 一说了香山 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香山红印 基本上都是到秋天以后过来看红印的 但是说实话这个香山红印 从来没有看见过成片的香山红印 总觉得这个人比这红印都多 当说到香山区域的皇帝陵墓 很多的朋友马上会想到 民警派陵就是朱启玉的陵墓 其实这香山还有一座皇帝陵墓 它是文献记载着香山最早的一座皇帝陵墓 埋在香山的这两位皇帝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在国家威王的时候 被这大臣们拥立登基的皇帝 大家能猜到这座是哪位皇帝的陵墓吗 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会想到 这个房子居然是地宫的所在位置 当来到这个位置 这个地上有很多的这样古代的青砖 现在的时代是9点钟 要开始把这素材全部导出来 要开始剪辑 要开始干活了 那么很多朋友说剪辑一个片子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我不知道其他类型的视频 咱们就说这个历史题材的视频 不算白天拍摄 剪辑的时间最少应该是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如果这个片子更长 可能会用6个小时到7个小时的时间 关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咱们明天正式探访这座北京香山的神秘的皇帝陵 谢谢所有观众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再见